世界上最高的噴泉 吉達噴泉 這個噴泉的底座是黃金座的 吉達古城被列為世界遺產之一 它是古時候將來自印度洋的貨物 運送至Mekka的重要港口 也是穆斯林從海陸前往麥加朝聖的必經之路 我們到達JEDA的時候已經是晚上 所以當下我們就安排一站 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噴泉 吉達噴泉 水柱的高度可以到300多公尺 只比高雄的85大樓矮一些些 它所噴出來的水是紅海的海水 在晚上也會用500支聚光燈來襯托噴泉的水柱 看你們講一個小知識 這個噴泉的底座是黃金座的 據說是純金不是杜金喔 所以我就問他說難道沒有人會拿湯匙去摳 他說這一整片 這裡一整片到這裡 這裡才是平民可以走的地方 這裡這一塊 到這裡 全部都是黃室才可以經過的地方 那邊全部都是黃室的私人 住宿啊或是一些用途的地方 所以沒有人可以走過去那邊 黃室當然很有錢 所以他不需要去摳那個黃金 那時候我就去摳那個黃金 哇 魚好吃 魚好吃 隔天我們到了來JEDA必訪的JEDA Old Town 吉達古城被列為世界遺產之一 它是古時候將來自印度洋的貨物 運送至梅卡的重要港口 也是穆斯林從海陸前往賣家朝聖的必經之路 這裡的房子幾乎都有手工打造的木製凸窗 Rawashin 顏色大多以藍色綠色和原木色為主 做工非常細膩 每一扇門和窗都像一件藝術品 我們也很幸運的跟一名製作這些窗戶的工匠喝上一杯茶 這裡有許多商家有賣名稱用品 也有許多紀念品店 這裡還有一個賣著蔬菜水果的傳統市場 一天 十二十六 一天 一天 很酷 他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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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很脆但是沒有味道 我喜歡 在舊城區裡其實有許多房屋因為過於老舊無法住人 政府編列了不少預算打算好好修復這些老舊的房子 後面的房子 自身的舊城區 接著 愛民進來... 現在的舊城區 在舊城區我會選擇 ㄎㄧㄦㄧㄟ 一旦 這是在街打舊城區裡最老的清真寺 啊 夏暈毛斯Q 可以進去嗎? 我們可以進去 沒關係 沒關係 朋友告訴我們他們不時會準備一些食物給需要的人享用 這間咖啡廳位在舊城區的中心 當你逛累了很適合來這邊喝杯茶吃個蛋糕 我最推的其實是這裡露台座位的古宅風景 Mashallah Woo, it's hot, it's hot Awesome BEPP It's hot BEP This way, you can bring all the salt Ahh And the other way we it's ok You're gonna fail Fail Yeah I'm trying Guys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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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現在可以吃 咖啡廳外的小廣場 剛才有傳統的舞蹈和音樂表演 另一邊 拼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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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就让我们用一堆猫咪来结束今天的影片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那就先这样啰 拜拜 感谢观看